看不见的客人 让我们认识到西班牙的悬疑剧 竟然如此厉害 反转的后面是如此可怕 2023最新悬疑剧 无言又是说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故事开始 千万不要分心 不然任何一个小的细节 都会让你错过犯作 一个颜值爆表姑娘 正骑车回家 忽然一个掉落的尸体 让她受到惊吓摔落地上 一看竟然是一个妇女 没等回神 又一具尸体从天而降 是一个男的 顺着方向看上去 一个英俊少年正在楼上看着这一切 画面回到少年身上 注意看几个细节 她手中有血 地上有血 墙上有手印 一个满是星辰的房间 小诺妹妹双手抱膝坐在地板上 说明她吓坏了 究竟她看到了什么 让她如此惊恐 安娜作为这件案子的心理测血师 红一开始就跟进了这个案子 在保罗被抓之后 保罗就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这部剧的名字 也是从她的无言开始的 之所以叫无言 就是因为她要通过人的行为习惯 和一些特殊的微表情 来判断言语之外的真相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安娜到底能不能通过心理 找到那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因为保罗被抓的时候 她一直都非常安静 一点表情都没有 一句辩解都没有 来到现场的有法医 有心理咨询师 有律师 还有第一次接手案子的安娜心理测血师 法医通过现场的所有痕迹 立马就做出一个完整的县程还原 过程我们仔细看 法医认为是保罗和妈妈发生争执 然后拿起水果刀砍向母亲 母亲挣脱后开始逃跑 墙上的手印就是此时留下的 后来保罗又追上 将母亲的双脚给砍伤 所以地上有血迹 母亲再次向阳台跑 保罗再次追击上 然后X挥刀将母亲逼下头的 这个时候父亲也回来了 看到母亲掉落下去 保罗没有犹豫 再次将他也推了下去 整个案件的流程 因为保罗没有发生 律师也帮不了他 最终按照法医的推断定案 被判终身监禁 而安娜却一直觉得 法医的推断太多个人意愿掺杂 事实肯定不是那样的 所以 他开始向法院申请 对保罗的精神判定 法院最终通过了 所以在八年后 保罗被假释 而一切都在安娜的监控之下 保罗带上电子口 取回自己的东西 当他走向地铁的时候 发现有人跟踪他 保罗很轻易地甩了那人 到自己的家里后 看似什么都没有变 但是去什么都变了 通过整理东西的时候 他发现一个安平 他一下激动地 用烟缸狠狠地砸碎 这个细节说明 保罗的情绪 确实是一失控 那么 这里有一个疑问 这个安平到底让他想起了什么 让他如此的激动 这个我们后面会反复详细讲解的 先记住 又看到妹妹小诺的那个星空射灯 立马让他回想到自己八年未见的妹妹 他沉沉地在妹妹的床上睡着了 当他醒来 第一件事就是找妹妹 在监狱的这段时间 有很多的迷妹 给这个杀害自己父母的凶手写信 唯独有一个女孩 始终保持着对保罗的爱慕 所以保罗第一个联系的就是丽莎 想通过丽莎的帮助 找到自己的妹妹 丽莎本身也有一个做房产经理的男友杰克 能够喜欢保罗的人的女孩心里多少有点变态 说明他们的内心是何等的黑暗 具体我们不细说了 总之 你看这个美女的时候 不要被容貌随便 一定要知道她喜欢什么 崇拜什么 最终判断她 是不是你需要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安息会的老大找到保罗 原来在保罗 进入监狱之后 安息会通过传达教育 保罗成为坚定的信仰主 出狱之后 安息会的老大找到她 准备带她到自己的温室去看看 并想让她成为自己的成功案例 来宣传 这里有个细节 为什么这个安息会的老大 能在监狱里畅通无阻 来回自由呢 根本不是简单的因为信仰 其实背后有着恐怖的交易 所以整个剧里 其实我看下来整体感受 没有一个是好人 全部都是有个人的目的的 而就在安娜这边监控保罗的时候 来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是政府机构专门监控安娜策写师的 说好听的就是 管理安娜 要在法律的允许范围监听 并监督安娜 将报告合理公平地做出 而其实这个男人也是一个坏人 安娜策写保罗的同时 背后还有一个更加隐蔽的组织 在监控着这边的一切的行动 所以安娜的上司 其实就是他们的人 那么第一集里 我们将所有的关系 基本都阐述了一下 还有更多的关系 会在剧情需要的时候 慢慢说来 因为这种剧情 不知道看的人多不多 我会更新三集 如果点赞确实很少的话 将会停更 给你说 故事的就是我 我就是KD